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我们除了我一开始回答一两个比较简单的问题以外 其他的问题啊 其实我们在把这个系列做完以后 我们统一的把它归纳以后 就是归纳成数量比较少的一些基本问题 然后我们再专门做一次系统的答疑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演讲啊 还是等于是把这个专题先讲完 那么在这之前有几个话题 有两个问题其实很简单 一个就是我前面提到这个反专制 对于马克思来说带有本体论的色彩 有人问我是什么意思 其实这个意思很简单 就是说反专制对于马克思而言 是他所有思考的题中应有之一 不是一个阶段性的 或者说策略性的含义 是吧 有人说 我当时是讲嘛 克思主张言论自由 是吧 反对那个书报检查 普鲁士的书报检查 那么有人提出说 那毛泽东在1949年以前 也反对国民党的书报检查呀 是吧 但是他自己上了台以后 就要搞出更严厉的书报检查 是吧 这个我觉得到毛泽东那个时代 当然他就是一个策略性的了 或者说是一个时间性时段性 但是我前面这一讲已经讲了 就马克思本身 他的那个思想形成而言 本身自由就是他的 那个毛泽东从来没有讲过 他思想的一个核心就是自由 是吧 但是马克思是一直是这么讲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对马克思而言 那的确是他的一个本体论上 意义上的东西 是吧 这个当然在纯哲学的概念上 这个本体论一般是和什么认识论 那个像并用的一个词 我在这里不是这样用的 其次还有一位朋友提出说 我们现在争取自由 可以通过福利问责和 限制权力和福利问责 这两方面进行 那么为什么马克思在 面对这个比斯迈的时候 他不搞福利问责呢 他那个他就是坚决反对跟比斯迈合作呢 宁可接受美国式的自由 其实我觉得很简单 在这个福利国家这个事儿啊 虽然当然他的 我曾经讲过他的萌芽 只要有国家 那么公共服务就就有提供公共服务的必要 因此最早的那个那个公共福利或者社会保障的萌芽 其实在希腊罗马时代就有 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近代国家和以前的国家和以前的传统国家 比如说 斯大林你说他和斯大林的专制和秦始皇的专制有什么不同呢 是吧 那就是斯大林的专制 他那个国家的职能要发达的要比秦始皇时代发达的多了 是吧 秦始皇时代的国家就是为了皇上提供那个 就是花天酒地的那些服务 是吧 那个那个 整个就是皇上 国家就是为皇上服务的 他的公共职能其实很少 大家知道以前我们的县态也就管两件事情 一件是钱粮 一件是行民 是吧 行民就是负责治安 钱粮就是为皇帝收刮 是吧 别的基本上不做的 西方其实也是一样的 是吧 他只是在18世纪 民族国家这个事情开始兴起以后 这个公共事务或者说公共服务就开始越来越发达 是吧 所以以前人们争取自由啊 其实就是反抗强权 是吧 没有对强权记忆太多的希望 是吧 所以那个时候也不存在着 那个那个所谓的福利问责这种 这种问题意识 而且那个时候人们认为 这个传统的这个强权呢 其实我们也不能指望他会做什么好事 比如说我前面讲过那个马克思那个时候是反对常备军的 是吧 是主张那个那个传民持枪反对有军队 是吧 那就是那个时代的人们认为只要是军队就是为专制者服务的 是吧 当时他们当时没有 当时人们根本就没有那个那个 民主体制下的军队可以用来维护民权 可以用来维护人权 可以用来抵制皇权 像这样的概念当时人们是没有的 是吧 人们当时认为只要一部分人有枪 另一部分大多数人都没有 那么这少数人有枪就肯定会去镇压大多数人 是吧 那么同样那个时候人们就是比较左的那些人呢 从来都认为掌权的人只要征税 他们就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使用税务的 是吧 很少有人考虑到国家征税了以后 在民主体制下也可以为老百姓提供那个必要的公共服务 是吧 那么这个事情是在近代民族国家公共职能越来越发展以后 才会有那种福利问责的概念 所以马克思那个时代是没有的 反而那个时代的像比斯迈这样的专 带有威权倾向的这些人 反而他们会用一种那种会用一种这样的观点去 去压制别人的自由诉求 讲的简单一点就是那个比斯迈当时就给德国人说 说你们要选票干嘛 是吧 你们要言论自由干嘛 是吧 我可以给你们第一宝啊 是吧 这个第一宝不更加实惠吗 是吧 那么面对这种 那包括马克思在内的那些追求自由的人都会毫不犹豫的去对他 是吧 说我不稀罕你的地宝 我就是要自由 是吧 我就是要那个那个那个选票 就是要言论自由 这个东西比你那个那个嘴上说的那些低保 比如是右派或者说是专制者的那些人 这种问责意思反过来又成为在那些仍然是威权甚至是集权的国家中 人们用来对抗这个统治者的一种手段 是吧 也就是说我可以用问责 用无限制的问责来逼迫你那个那个同意把你自己的权利给契约化 是吧 也就是说你原来是个无条件的权利 是吧 我可以不给你提供任何东西 但是你必须听我的 那么但是在这种问责之下 那个皇上就逐渐就就就就知道了 说他的这个权利背后的那个责任他没有办法推卸 而且他这个责任他也承担不起 是吧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他就会愿意再加上他的权利本身也受到挑战 是吧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他就会同意 统治者就会与被统治者达成契约 是吧 就是说你们让渡给我什么权利 我为你们提供多少服务 是吧 那么像这样的这个 这个这种观念啊 就是这个福利问责这个观念 本身是国家的公共职能 有了相当程度的 在现代化过程中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以后 才会产生这样的问题意识 在毛泽东 在马克思时代是没有这样的问题意识的 正如在马克思时代 人们也没有常备军可以捍卫人权 是吧 可以为民主体制服务这样的一种概念 是吧 我前面讲到过 不仅马克思反对常备军 当时主张自由的人 尤其是从法国大革命以来 是吧 普遍有一种观念 就是主张自由的人 包括自由主义者 社会主义者 都是反对常备军的 是吧 都是认为这个武力应该人人都有 是吧 不能有少数人垄断武力 少数人垄断武力 那就会造成专制 是吧 那个民众用民主机制来控制一种职业化的武力 这样的一种思想其实产生的很晚 那大致上所谓的福利国家和军队 也是一样的逻辑 我就讲了简单这么回答 那么好了 我现在接着我上面讲的那个话题 是吧 我提到啊 这个马克思在政治上 一直是主张政治自由反对专制的 是吧 但是 马克思从他成为有了所谓的主义 是吧 就是1840年代 马克思成为一个 就是最早些什么 德意志意识形态啊 这东西的时候开始 他就对现成的经济制度 尤其是他到了英国以后 对英国的那种经济制度 是一种批判的立场 是吧 这个当然和恩格斯也有关 是吧 因为马克思当年 他的反对派的那个立场啊 主要是基于一种哲学的态度 是吧 我们知道 马克思从学生时代 他主要就是一个搞哲学的 或者叫做青年黑格尔派 但是后来他认识了黑格尔以后 这个他对很多这个现实批判的这个 这个就从原来的形而上层面逐渐转入到一个社会层面 因为恩格斯跟他不一样 恩格斯本身就是一个资本家 大家知道恩格斯和他一样都是德国人 但是很早就跑到英国去做生意了 那么恩格斯在这个他是一个德国的老板 他在英国有生意 所以英国恩格斯很早就就接触到英国的市场经济 而且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对当时的工人的那种很悲惨的状况持有很深的同情 他很早就写过什么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这一类的这个东西 那么他跟他跟马克斯很早就结成了一个友谊 这个友谊老实说是一个非常之难得的友谊 维持了两个人的一生 那么其实部分的也是由于恩格斯的影响 他就开始考虑这些经济问题 那么这个 那么当时他实际上很早就是把自己对这个专制的批判 对自由的这个这个这个追求 和经济上关心穷人的自由 关心那个穷人的权利 这个问题就是联系在一起 因此他对这个英国式的市场经济后来他从1840年代后期就常住在英国 是吧 从1840年代后期一直到他1881年去世 可以说他的大 他的那个思想创作时期都是在英国度过的 那么在这个时代 可以说他是对英国的这个市场经济或者说叫资本主义 是吧呃这里我要讲呃从现在开始我讲的市场经济就等于资本主义 是吧这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呃这个概念 马克思那个时代是肯定没有的 是吧 马克思讲的资本主义其实就是指发达的市场经济或者说是自由的市场经济 是吧 这个这个不存在着什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种呃这种是的 那么马克思对这个当时的市场经济呃尤其是呃当时市场经济所呃 呃赖以作为基础的就是这个财产的私有尤尤其是生产资料的呃 私有制是吧 当然是持批判态度这个批判态度其实起源很早 是吧呃 呃现在有些人说 现在有些人说这个批判呃不能简单的要讲否定啊 呃他们用了呃 马克思也经常用了一个呃 那个那个术语叫做阳气是吧 说那个呃 马克思对私有制的态度是一种阳气呃 其实我也理解他们这个意思也就是说马克思批评私有制呃 呃并不是说要搞一个呃大国泛制度就完了 而是呃呃他一方面是要批判经济上的私有制 但实际上啊是要让人的自由个性或者说个人主义有更大程度的发展 那么这个说法我觉得是成立的 但是我们现在不必把这个问题搞得太复杂 呃尽管是阳气你也不能说他其实就是反对私有制的 是吧这个是我觉得至少在经济层面应该啊应该承认这个事 那么现在我们今我们真正要讨论的是什么呢 我们真正要讨论的就是现在很多人都很糊涂的一件事情 就是马克思那么反对私有制 那么他到底主张什么 是吧他是不是主张国有制呢 是吧尤其是我们面对社会现实的所谓社会主义的时候 大家知道不管是中国还是苏联都是呃强调国有制的 是吧那马克思反对私有制啊 有些人说那那当然那他就是国有制的支持者 是吧但这个问题我觉得很早一来呃 人们就已经呃指出根本就不是这样的 是吧而且呃不光是现在的一些自由派或者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或者西方的新左派呃是这样说的 其实老左派中很多人就已经啊是这样说的 比方说呃这个现代著名的脱派思想家 实际上有人说呃这位先生是呃这个 包括托罗次基在内的包括托罗次基普雷尔布拉任斯基这些人啊包括在内的所有脱派经呃那个经济学者经济学说中呃他是影响最大的一个这就是比利时的呃这个脱派思想家啊曼德尔是吧曼德尔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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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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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国家来管理 的确 不仅专制国家的国有制 他们是坚决反对的 我上一节课已经谈到了这些 即便对于 民主国家的 国有制他们那个时候 也还没有明确的态度 因为 包括马克思的祖国 普鲁士在内 当时欧洲多数国家 包括后来的那些 什么列宁啊普雷哈诺夫啊 他们所生活的沙皇俄国 那当然就更是这样 当时欧洲多数国家 还都不是 我们现在讲的这种 民主国家 所以专制国家搞国有制 他们是坚决反对的 那民主国家要搞国有制是怎么一回事呢 他们那个时候 其实是没有民主 没有明确的态度的 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 至少他们比20世纪 上半期的社会民主党 对国有化的主张 还要和不确定的多 是吧 呃 这里我要讲民主国家 呃 那个宪政民主制度发达以后 的确当时有一些左派认为 呃 那个那个民主的国家是 呃 既然是人民的嘛 是吧 那么这个以前专制国家搞国有制 我们是反对的 但是后来就发现民主国家搞国有制很困难 是吧 这个呃 我以前曾经讲过他的原因 是吧 那么瑞典民社会民主党很早就放弃了国有化的这个主张 是吧 他就改成二次分配 是吧 也就是说呃 企业还还应该是私人管国家管不好 是吧 但是我们还是社会主义者 我们的社会主义就表现的在分配上 是吧 就通过呃 高税收 高呃 高福利是吧 来实现那个分配上的平等 是吧 但是瑞典社会民主党虽然是这样讲的 但是得英国的工党 他仍然要仍然是捐持认为国有化是好的 是吧 呃 现在很多人说英国工党是所有的社会民主党中最温和最保守的 呃 其实呃 呃 说英国工党比一般的社会民主党更温和更保守 主要是政治层面 是吧 就是说他们更不讲呃 从从一开始他们就从来没有设想过要搞革命 是吧 但是你欧洲各国的社会民主党呃 包括考次级那个时代 包括呃 瑞典社会民主党的西法庭是吧 当呃 早期多韩是主张革命的 而英国工党从来就没有主张过革命 是吧 英国工党从来都是持那个费边色式的那种政治观点 那么从他们在政治上是吧 呃 英国工党的确是社会主义运动中呃 最保守的一页 但是这只是在政治上 如果就经济上而言 其实英国工党 他是呃 西方社会民主党 西方社会民主主义类型的政党中呃 捐持所谓的国有化里面呃 捐持的比较长时间的 是吧 一直到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以后他们才放弃了这个主张 现在的英国工党当然是呃反对国有化的 是吧 但是一直到他们呃曾经执政的那个时期什么麦克唐那呃 啊那个时期是吧他们还是主张呃呃 搞渐进的呃 法治基础上的呃 自愿基础上的国有化是吧 这个他们还是主张的 但是马克思连这种看法都没有 啊 马克思基本上是呃 是是是是不谈呃 呃所谓的专制国家的国有化他坚决反对 民主国家的国有化他基本上是没有提到的 是吧 所以曼德尔讲的这个话呃 呃我觉得基本上是对的 但是如果仔细考证的话 他所谓的从没有说过由国家来管理呃 呃我觉得也不尽然 因为恩格斯后来曾经承认 在1848年前后 他们曾经受到所谓的波拿巴派和布朗基派 就是法国的呃 那个不管是统治者还是反对派 是吧呃 呃大家知道法国的统治者就是所谓的呃 呃波拿巴主义者是主张呃呃 呃那个那个威权的 而法国的反对派从亚国兵派到布朗基派 也比较强调所谓的革命的中央集权 是吧包括专政都是他们提出来的 而他们的确对当时的马克思恩格斯有影响 关于这个关于这个问题 我后面要谈到呃那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时候 还要专门谈是吧 在1848年前后 他们当时是跟布朗基派合作的是吧 大家知道共产主义者同盟呃 这个马克思最早参加的组织就是一个布朗基派的组织 是吧呃 当然马克思加入以后就产生很多矛盾 这种我后面呃 呃要讲的了 但是这个组织是一个布朗基派组织 所以这个布朗基派当时呃 呃那个中央集权的那套思想 对当时的马克思恩格斯是是有影响的 我觉得后来马克思恩格斯放弃这个东西啊 呃不是像现在有些人讲的那样呃 一直到恩格斯晚年呃 才主张什么和平的呃呃 才主张通过议会道路走向社会主义 是吧 其实不是的 早在50年代他们跟布朗基派闹翻以后 他们就已经呃就已经放弃了原来的那些很多的想法 是吧 但是的确在1848年前后 他们曾经认为 无产阶级掌权以后有必要实行中央集权 相应的在那个共产党宣言就也是1848年的呃写的 是吧 大家可能知道一把呃 共产党宣言其实就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呃 呃这个纲令 而共产主义者同盟不是马克思恩格斯建立的组织 而是一个法国布朗基派呃呃那个那个建立的组织 当然布朗基派是法国的 我这里讲的呃呃 共产 其实主要是那个呃呃在法国的德桥啊 就是呃呃建立共产主义者同盟那帮人其实也是德国人 但是他们呃长期以来一直在法国是吧 是属于德桥中的布朗基派是吧 那么呃呃呃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共产主义共产党宣言里头的确有一句话 是呃和曼德尔所讲的那个说法是有一点出入的 是吧就是共产党宣言里头有一句话就是工人革命以后呃 呃我们将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手里 呃呃但是他也没有讲这个呃呃最后集中在国家手里 这个国家打算怎么去呃运作这些企业 那么到了1850到1860年代以后 他们逐渐跟布朗基派就决裂了 是吧就越来越多的呃强调所谓的反对官僚制 反对中央集权呃尤其是呃从巴黎公社的这个经验中 是吧又得出一个要主张呃美国式的人民自治 是吧因为大家知道巴黎公社就是一个主张城市自治的 是吧大家知道巴黎公社就是一个城市公社 他从来没有说巴黎公社是一个呃法国的中央政府 是吧那么呃呃巴黎公社呃不承认凡尔赛政府 但他并没有说呃巴黎公社自己就是个传法国的政府 是吧巴黎公社一直是号召呃法国的每一个城市都起来自治 是吧就是像呃呃当年的那个雅典城邦一样的 是吧就是每一个城市都是一个呃独立的一个城市公社 是吧这个是呃巴黎公社的主张 那么马克思恩格斯很重视这种主张是吧就提出巴黎公社的一个 主要经验就是要反对中央集权反对官僚制 主张美国式的人民自治啊就是从这个巴黎公社这个 名称是吧就是一个城市的呃呃那个那个呃一个城市的自治体 是吧那么那个时候他们就已经跟呃1848年时候的那种所谓的中央集权的倾向已经决裂了 但是当然啊我们也可以说他虽然在政治上跟中央集权的那种倾向决裂 但是这并不等于呃在经济上他们也主张美国式的私有制 但是他们反对欧洲式的国家经济管制仍然是非常明显的 于是从这个时期开始是吧不是从来没有过我觉得从这个时期开始就1850年代以后 那的确就像曼德尔讲的那样是吧呃他们对未来所谓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就再也不提国家 呃就呃就呃就呃再也没有提过什么国家而往往用一些比较复杂的一些表述是吧 这些复杂其实我觉得说穿了就是他们自己也没想好是吧 这个时期他们就像曼德尔讲的那样呃对未来的公有制的提法往往是呃很啰嗦是吧 比如呃有一句话叫呃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是吧 这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里头的说法还有一句话叫做共同占有和共同控制生产资料的基础上联合起来的个人所进行的自由交换 那呃还有也不当然也包括呃共产党宣言里头的那句话呃呃呃美个人的自由是一切人的自由的条件什么自由人联合体制了是吧 那么这些含糊不清的这些拗口的说法大家可以注意到一个一点就是这些说法中 一方面有所谓共同联合 这样的说法 另一方面又有所谓个人发展 个人自由 这一类的说法 实际上就是他们想建立一个 这两者之间可以共同促进 而不是共同 而不是互相反对的这样一种东西 就是说他们想建立一个联合体 这个联合体一方面存在着共同 存在着联合 存在着所谓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 但是另一方面又有高度发展的个人 个人发展个人自由 那么像这样的产权 如果我们可以用产权这个词的话 你就会觉得我们很难设想 他似乎既不是私有制 也不是国有制 所以他们在经济上设想的社会主义 当然他们很少用这个词 他们只是用一些 那个什么未来的联合体 什么这一类的这些名词 这些名词当然是和资本主义是对立的 但是我们要强调的是 他们与国家主义也是对立的 到了19世纪末的恩格斯时代 持有这种思想的人 一般都叫做社会民主党 其实大家看看英文原词就会知道 所谓的社会民主党 其实就是社会主义民主党 是吧就是socialist democracy 是吧 那个那个party 是吧 那么他们讲的这个社会主义 都是和国家绝缘的 是吧 他们不叫国家社会党 不叫国家民主党 是吧 强调的是社会而不是国家 他们在政治上都主张普选自民主 并且企图通过民主走向 所谓的社会主义 但是他们作为他们经济主张的社会主义 更确切的说 如果按用我们现在的 这个这个观念的话 似乎应该叫做社会自由主义 一方面强调个人自由 一方面又强调 所谓的共同联合 非国家的社会 也就是说这种 社会自由主义 仍然是反对国家管制的 那么他们要约束经济个人主义 在经济上他们是反对私有制的 但是他们反对私有制 不是希望通过国家 而是希望通过所谓的社会 来直接实现这个事情 那么这个实际上仍然是 那个对于国家管制主义 是持有很强烈的排斥态度的 在这一点上 他们仍然跟当时所谓的自由放任派 还是有很多共同点 是吧 当然我这里讲的放任只是反对国家管制而言 他们强调自由公民集体的经济重要性 是吧 强调的不是国家的重要性 而是自由公民集体的经济重要性 他们企图通过自由公民集体的经济活动 来约束个人财产 那么这种社会自由主义与市场自由主义 当然是不同的 但是我要讲的一点就是 这种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的对立 至少是同样明显 如果不是更明显的话 因此这很长一个时期 马克思恩格斯都旗帜鲜明的批判 所谓的state socialism 就是国家社会主义 是吧 在那个外文中啊 有两个词 我们中国人经常混在一起 一个叫做state socialism 就是国家社会主义 还有一个就是后来希特勒搞的 就是national socialism 这个national socialism 后我们也把它移成国家社会主义 后来有人就发现这两者 如果这么翻译的话 会产生一些问题 因为像拉萨尔这样 主张国家社会主义的人 他不是搞法西斯的 而希特勒讲的这个national 其实更多的是亚利安人 是民族的概念 就是大家可能知道 那个national state country 这三个词汉语都把它移成国家 是吧 实际上country讲的是一个地域 state讲的是机构 就是政府 而这个national 更多的讲的是民族 所以现在我们比较倾向于把希特勒搞的那一套叫做民族社会主义 就是national socialism 但是在马克思那个时代 还没有这个术语 马克思那个时代 有的是state socialism 就是国家社会主义 是吧 那么我们现在讲的是国家社会主义 不是讲的那个纳粹 在马克思那个时代 就有很多人提 是吧 其中包括那个经济学家 罗贝尔图斯和工会运动的政治家 就是跟马克思个人关系很糟糕的拉萨尔 那么拉萨尔是德国工会运动的 那个那个创立者了 可以说德国的工会就是他创立的 那么拉萨尔和洛贝尔图斯都是希望通过工人运动施加压力 使国家能够加大对经济的干预 从干预分配 逐渐过度的组织生产 那么这个就是由国家 国家一开始干预分配 就是搞税收高福利 那么最后逐渐逐渐就用这些税收投资建立国家的工厂 那么同时又在工会的帮助下 那么就实现那个那个由工人来管理工厂 通过国家通过国家的由工人和国家合作 起来管理工厂 这就叫国家社会主义 那么这种主义是主张建立国有企业的 但是在这个时候 马克思恩格斯乃至他们的学生像考刺激这些人 对国家社会主义都有强烈的批判 当然这个批判的一个基本点就是他们对国家是非常之反感的 非常不信任的 因此他们认为只要是国家办的干的事情都不是什么好事情 如果国家办军队 那就是所谓的常备军 那会威胁自由 那么国家办企业也是这样 于是他们举了大量的例子 认为国家办企业都是自由的敌人 或者说是无产阶级的敌人 比方说那个马克思就讲过 他说荷兰人就在印尼搞过国有经济 那么英国人在印度也搞过国家的经济 那么而且这种国家的经济往往都是利用殖民地的落后的那种所谓的亚西亚生产方式 就是我后面要讲到马克思恩格斯都认为 人类最早时代那个专制制度就是从国家垄断一切开始的 那么马恩他们都指出 如果国家办企业那就会搞成那种野蛮的状态 他说如果有人肯花点力气用找娃 国家社会主义在这里极为流行 用找娃的实力来说明猖獗一时的国家社会主义 那是一件好事是吧 他说人们通过这些恶劣的例子可以看出 荷兰人怎样在古代公社共产主义的基础上以国家的方式组织生产 并怎样保证人们过着一种他们所认为的非常舒适的生活 结果是人民被保持在原始的愚昧状态中 而荷兰的国库却每年得到七千万马克的收入 现在大概还要多 这种情况是很有意思的 而且很容易从中吸取有益的教训 什么教训呢 那就是那里的原始共产主义像在印度和俄国一样 今天正在给剥削和专制的制度提供最好最广阔的基础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国家的剥削要比资本主义的剥削更野蛮 他们就是持这种主张的 那么一直到1870年代 1870年代在研究巴黎公社的时候 恩格斯曾经表示 就是这个无产阶级在没有普选权的情况下 无产阶级只有通过打仗才能够得到解放 而打仗的时候 他不能一下子消除强制 他会有一种临时的强制措施 这就是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 我后面还要谈这个事 那么无产阶级专政 那个时候还是有国家的 那么他掌握的国家将会采 这下面是恩格斯的原话 他说无产阶级革命以后 他掌握了国家将会采取第一个 也是最后一个行动 即以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 但那同时也意味着国家的消亡 是吧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说所谓的国家掌握 那个生产资料 对于无产阶级而言 只是革命胜利以后 那一刹那的事情 是吧 这是他们革命胜利以后 做的第一件事 但是也是最后一件事 因为只要革命成功 国家就消亡了 那么显然这样的说法 在我看来 其实就是一种语言游戏 因为他们当时要避免 既要消灭私有志 又要反对国家社会主义 这样一种矛盾 所以他们有一种 很很复杂的修持 但是这个修持并不能掩盖一件事情 就是他们一直到这个时候 对国家社会主义仍然是 持强烈的排斥态 即以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 但那同时也意味着国家的消亡 是吧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说 所谓的国家掌握 那个生产资料 对于无产阶级而言 只是革命胜利以后 那一刹那的事情 是吧 这是他们革命胜利以后 做的第一件事 但是也是最后一件事 因为只要革命成功 国家就消亡了 那么显然这样的说法 在我看来 其实就是一种语言游戏 因为他们当时要避免 既要消灭私有志 又要反对国家社会主义 这样一种矛盾 是吧 所以他们有一种 很很复杂的修持 但是这个修持并不能掩盖一件事情 就是他们一直到这个时候 对国家社会主义仍然是 持强烈的排斥态 希望有一种所谓的创新的 由老百姓自己组织起来的 而且以自愿为原则的 这样一种民间的 这个公有志安排 既不是国家的 又不是私有的 那么到了恩格斯晚年 我们我们后面就要提到 那个时候恩格斯是1895年去世的 是吧 1895年 那个时候 德国社会民主党已经很强大了 是吧 在公会的基础上 在德国已经是得到了很多选票 是那个比斯迈以后实行 德国实行民主选举以后 那么德国的那个 德国社会民主党 已经有很多国会议员 也参与了国家生活 是吧 所以黑格尔的那个主张 不是 拉萨尔的那个主张 就是state socialism 国家社会主义 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中 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因为这个德国社会民主党 是马克思那一派和拉萨尔那一派 联合构成的一个 构成的一个党 是吧 大家可能都知道 那个就是各大纲领 就是这两派的合作 那么这两派合作以后 到了1891年签订了 他们又提出了一个爱尔福特纲领 这个爱尔福特纲领就提出 说他们要推行的社会主义的 这个第一个阶段 就是要搞国有化 是吧 那么这个时候恩格斯又提出批评 说你们提出要搞国有化是什么意思 是不是能够 是不是能够把经济都托付给卡普里维先生呢 是吧 卡普里维是谁啊 就是当时的德国首相 实际上就是说 我们能够把经济都委托给政府吗 是吧 所以那个恩格斯就提出 说那个他对爱尔福特纲领提出批评 是吧 他说你们讲的国有化是什么意思 是想把经济都委托给政府吗 是吧 而这又是否和我们历来宣称的 拒绝一切国家社会主义这一点相一致呢 是吧 就是说我们以前从来都是说 我们要拒绝一切国家社会主义的 是吧 你现在提出 说你这个这个 我们现在要搞国有化 当然这个国有化主张是从拉萨尔那里来的了 是吧 那么恩格斯说 那你这样 那不是背叛了我们以前 那个一直拒绝国家社会主义的 这些 这个传统吗 是吧 所以你可以看到 马克思恩格斯对国家社会主义的排斥 根源于他们对国家本身的反感 现存的国家 和私有志 在他们看来同样是讨厌的 而无产阶级革命以后 这个国家又应该消亡了 是吧 你可以说现在的国家是资产阶级国家 是吧 所以他们不喜欢 可是无产阶级革命了以后 会有国家吗 按照他们自己的说法 无产阶级革命以后就没有国家了 是吧 无产阶级革命本身就是要消灭国家的 那么无产阶级革命以后 国家又消亡了 在无产阶级革命之前 那个国家啊 又是资产阶级的国家 是吧 尽管他们有的时候会强调 在无产阶级革命以后 国家并没有完全 并不会马上消亡 因为这个时候国家要不停的 这个时候无产阶级要不停的打仗 是吧 打仗就有迪克队道 是吧 所以就有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时期 但是这个时期 却是与战争相联系的 关于这点 我后面要谈到 是吧 这个马克思恩格斯时代讲的 无产阶级专政 从来就 是和战争相联系的 是吧 从来没有设想过和平状态下的 无产阶级专政 那么这个所谓的过渡时期 其实就是战争状态 是吧 那么你很难想设想 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 会在和平状态下存在 更不用说在和平状态下经营企业 而非国家的所谓自由人联合体 究竟是怎么回事 从来也没有人说得清楚 后来铁托跟斯大林闹翻了以后 铁托通过他的思想家 南共联盟当时的一个思想家 还是挺有水平的 就是那个爱德华卡达尔 是吧 当时是南斯拉夫第二把手 那么卡达尔就提出 说他是说那个马克思 关于反对国有制的基础 的思想是很好的 是吧 那么苏联最大的问题 就是搞了国有国有制 国有制就是官僚所有制 是吧 那么我们南斯拉夫搞的 我们南斯拉夫搞的社会主义 不是国有制 而是不同于国有制的社会所有制 是吧 什么叫社会主义 什么叫社会所有制呢 那就是不通过国家任命的经历 而是通过工会什么什么来管理国家 是吧 当时他们是这样说的 他们这么说的理论基础 就是马克思恩格斯 关于反对国家社会主义的这些说法 但是我们也知道 南斯拉夫搞这一套也没有成功 是吧 因为你要让工会去管理企业 其实是不太可能的 是吧 正是因为这不可能 所以那个瑞典社会民主党掌权以后就发现 是吧 你让工人管企业 那正是企业就垮掉了 是吧 那么所以他们最后还是觉得 企业还是由私人管 但是我们用征税搞分配 是吧 那么铁托当然和瑞典社会民主党不一样 那么铁托在发现工会不能管工厂的 管工厂管不好的情况下 那么他当然就是又基本上就是又是恢复了 呃 那个国家的就是国有 呃 就是那个国有企业 是吧 所以呃 这种所谓的自由人联合体 非国家的自由人联合体 那的确是马克思恩格斯时代 他们一直想追求的东西 但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回事 到现在为止 是吧 人们也没有发现这样一种可以操作的 呃 这样一种事 呃 包括南斯拉夫想做这种 呃 不同于国有制的社会所有制的这个实验 结果也没有成功 其实我们今天可以讲啊 如果要靠 每个人的自由作为所有人自由的条件来建立 集体 那么这种集体肯定只是自愿者的集体 是吧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自愿加入 也可以自愿退出的 是吧 那么这种自愿者的集体 或者说联合体 是吧 这样的集体 它的现实的势力是什么呢 它的现实的势力 当然我们也是可以看到的 啊 比如以色列的基布兹 啊 就是这样的实体 是吧 比如那个呃 当年的欧文 呃 在英国搞的那个啊 就是那个啊 由那个自愿的理想主义者搞的那些啊 类似于乌托邦的经济体 是吧 呃 大家如果去过英国的话 会知道现在有一个 在那个苏格兰的格拉斯哥附近啊 有一个新拉纳克 是吧 这个新拉纳克就是欧文当时办的一个呃 工人合作制的一个工厂 是吧 那是工人自己管理工厂 自己组织分配自己提供福利啊 搞的一个乌托邦呃 这个乌托邦呃 其实在小范围内呃 它是有生命力的 是吧 这个拉纳克呃 它是个纺织厂 这个纺织厂从当年那个水利纺织的时候呃 就建立了 因为欧文是那个那个呃 18世纪初的人嘛 是吧 那个时候还没电 而蒸汽机都没有怎么普及最早是使用啊水利仿杀的水利直布的是吧 那么后来有了蒸汽机后来又有了电是吧 那么这个纺织厂还一直维持一直到六十年代呃 他终于办不下去了 是吧 就就就就呃 就就呃 垮台了 那么垮台以后 他就成了个博物 那么现在呃 联合国把这个地方呃 搞成了一个 那个呃 那个所谓的呃 世界呃 就是叫做什么呃 呃呃 就是那个世界文明遗产 是吧 呃 这个这个呃 很多人都去参观过 我也去参观过的 是吧 那么这个他的确是一个不是国家搞的 是有一些呃呃 那个理想主义的志愿者 是有一些理想主义的志愿者呃 呃 来志愿的呃 进行那种呃 公益性的那种呃 劳动是吧 那么这个辛拉纳克呃 呃 那个苏 苏格兰的辛拉纳克 以色列的基布兹是吧 可以说呃 我觉得是更呃 最近是于我们现在讲的每个人的 自由作为所有人的自由的条件 是吧 来建立起来的一种志愿者的集体 可是 现在啊 我们已经看到通过两百年的这个 实践 是吧 像这样建立的这个志愿者集体 它是可以存在的 但是覆盖面肯定是很有限 不可能人人都加入这样的集体 是吧 就是以色列的基布兹呃 它也是只占呃 呃 那个人口的很少的一部分 是吧 因为你那么高尚的呃 志愿者是吧 能够合作这个条件太可可了 是吧 呃 那么呃 像这样的志愿者集体覆盖面肯定是很有限的 他也没法解决市场经济中 确实存在的那种呃 个人自由行为所带来的一些弊病 是吧 这个弊病 我相信即使是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 也是承认的 这就是所谓的外部性问题 是吧 大家知道呃 即使是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 也承认经济呃 经济活动中有一些行为是有正外部性的啊 呃 或者有负外部性的 是吧 呃 比如说呃 正外部性啊 指的就是一些公共设施是吧 如果你只靠盈利是没有人愿意办的 是吧 因为这些设施一搞了就是大家都可以用的 于是呃 由于人有达便车的呃 那种习惯啊 就不会有人愿意干这些事 是吧 呃 比如建造灯塔呀什么什么这一类的事 是吧 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相反啊 这种行为会带来负外部性 所谓负外部性就是呃 会有害于公共呃福利是吧 比如说造成污染了造成什么了是吧 那么你造成的污染是大家的但是赚的钱是我个人的于是呃就没有呃降低污染的这种呃这种呃动力是吧 于是呃呃这个问题所谓的外部性问题是吧 那当然就需要有一个公共设施来解决 是吧 那么这个公共设施显然不可能是像辛拉纳克像基布兹那样的啊所谓的志愿者联合体是吧 真正要解决所谓的政府外部性问题市场经济中的政府外部性问题 恐怕还是得依靠民主程序由公民们让渡一些权力来建立公权力机构啊也就是政府意义上的国家 是吧 然后呃在这个呃公权力的边界内大家必须服从他的管理 包括对经济的管理是吧 也就是说这个所谓的国家社会主义 当然我这里讲的不是纳粹的那个呃 呃那个民族社会主义是吧 而是指的拉萨尔他们的那种思想 也就是说呃在那个呃在民主条件下 拉萨尔他们所主张的国家社会主义是吧 作为对市场经济的一种啊一种那种外部性的一种啊补充是吧 或者说纠正 现在我们觉得啊 的确是那个那个是啊是需要存在的 是吧呃国家社会主义在这个意义上 就是那个从拉萨尔传来的这个传统是吧 就是那个国家呃民主国家是吧呃对经济的干预 那么是不能反对的 但是这种想法其实并不是来自马克思恩格斯 而是来自他们的挑战者 拉萨尔 呃这个也很自然 不同于从马克思直到考次基这一类的书生理论家 拉萨尔是一个非常实际的工会活动家 是吧他的呃主要的那个贡献就是创立了呃德国的德意志工人联合会啊或者叫全德工人联合会 是吧就是现在德国最大的工会呃也是他创立的 是吧那个德国现在的德国社会民主党 现在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呃是我前面讲过是马克思那一派和拉萨尔那一派呃在哥达大会上合并呃建立起来的呃其中 主要的领导人都是接受马克思影响的那些呃知识分子什么贝贝尔啊什么里普克内西啊什么什么之类的人 但是他们的基本成员和这个基本的组织架构是拉萨尔的 也就是说他是在工会的基础上呃建立的 所以啊呃从这个当年的全德工人联合会一直到后来的德国社会民主党都比马克思那一派要更早的呼应比斯迈政府的福利保障政策而倾向于和国家合作啊 当然和拉萨尔那个时代不同的就是因为拉萨尔是比斯迈的呃同时期人是吧 拉萨尔要跟国家合作实际上就是跟比斯迈合作而比斯迈是一个呃威权主义的政府是吧 那么到了现在呃到了那个二十呃那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尤其是维马共和国以后呃德国已经是个民主国家社会民主党掌权的 或者说参与掌权的是吧那么社会民主党掌权的民主国家是吧 你和这个民主国家合作呃那就和呃和一个专制国家合作是不一样的是吧 因此我们现在可以说呃那个现在德国社会民主党跟国家的合作 他是有拉萨尔主义的这个渊源的但是他和拉萨尔的不同就在于 现在的德国呃这个政府已经不是比斯迈式的呃威权政府了是吧 所以当然你也不能说呃跟这样的国家合作就是背叛就是背叛他们当年批判国家社会主义的那个呃 我用我们现在的一句呃俗话叫做初心吧是吧就是那个呃 呃这些人呃包括考次基啊包括这个这个贝贝尔啊这些人呃当然更不用说在他们后面的马克思了是吧呃 这些人当年都是反对跟比斯迈合作的呃都是反对国家社会主义的呃 但是现在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是跟国家呃合作甚至不仅跟国家合作根本他们本身就是已经组织了国家是吧 他们本身就是经常呃执政的是吧但是这个执政已经是民主执政不是呃转制了是吧 所以说呃你是你说他们继承了拉萨尔也可以是吧但是你说他们呃并没有违背当年他们不和比斯迈合作的那个初心呃 呃那也是可以的呃那么毕竟恩格斯当时在反对拉萨尔的时候呃就讲过一句话呃恩格斯当时说 啊在美法国美国和英国这一类民主国家旧社会可能和平地掌入新社会但是在仍然属于专制制度的德国 他不能这样说是吧那么恩格斯当然是这么讲的他就呃因为这样所以他反对跟比斯迈政府合作是吧而且呃为此还大骂呃拉萨尔呃这里头当然毫无疑问的也有文人相亲的呃成分了 但是不管怎么说吧呃当时他们骂拉萨尔呃呃的主要理由就是呃比斯迈呃不是一个民主的呃呃体制是吧那么比斯迈还是一个威权体制 那么但是到了现在当然就不一样了现在德国和英美一样已经抛弃了专制制度 那么按照恩格斯的逻辑和平掌入是吧也就是可以的了啊就不一定只是拉萨尔所主张的了是吧所以我们可以讲呃从马克思恩格斯那个时代以来他们就一直对这个呃国家社会主义是反感的是吧那么当然到了现在他们接受了呃国家社会主义就是呃西方的左派接受了国家社会主义 但是这个国家社会主义已经是在民主呃呃那个发达以后的事情是吧这个是他们想用呃呃他们想用以取代呃呃所谓的呃呃所谓的呃市场经济的呃呃这一套体这一套东西是吧这套东西呃呃现在看起来呃呃其实那个自由人联合体是一个呃呃是一个呃呃现在还是虚无缥缈的一个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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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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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那个社会主义 或者说马克思的那个主张 被一些专制者所利用 最基本的 最基本的机制 并不是乌托邦 最基本的机制 还是那个不受制约的强权 如果你 没有这个不受制约的强权 有点乌托邦 其实是无所谓的 因为很多思想都有 乌托邦的色彩 甚至包括自由主义 你说世界上有哪一个 所谓的自由市场经济 完全只有自由交易 没有别的那个经济调节机能的 那现在也是没有的 但是你并不能说 纯粹的自由交易是一个乌托邦 它就必然会导致灾难 不是这样的 很多的乌托邦 它只是一种追求 这种追求完全实现是不可能的 但是这种追求本身 它还是会有一定的成果 是吧 像我刚才讲的 吉布兹 辛拉纳克 你要说他推广 他推广不了 但是他本身并不是灾难 是吧 而且他本身也还是有成绩的 是吧 那么 呃 那个专制条件下 斯大林搞的那一套 那完全是另外的东西 是吧 这关于这一点 呃 呃我后面呃还会提到 那么现在我来转呃转入另外一个话题 那就是呃他们在经济问题上是吧对这个市场经济是有不满的这个不满呃我后面还要提到是吧和从哲学意义上的呃那个所谓的呃异化是有一定的关系 但是他们在政治上呃我从上一节课就一直讲是吧说他们是反专制的那么他们反专制 当然他们谈民主谈的比较少 大量谈的是所谓的自由 呃为什么谈民主谈的比较少呢 因为在马克思恩格斯他们开始写那个比较有影响的著作像共产党宣言那个时代是吧 就是在1850年1860年那个时代是吧 那个时代在欧洲绝大部分国家所谓的民主就是呃议会呃选举 可是那个时候的议会选举都是有普遍的都是有财产资格制的 那也就是说那个时代呃虽然这些国家都是民主国家包括呃英国法国什么这些国家 但是他们并不是普选制国家 那他们呃那个选举是要有财产资格的讲的简单点就是呃选举你是要有你是纳税人你才能有投票的资格 是吧你是纳税的呃给给国家呃呃付了钱呃去去支持国家的 那你就有投票的资格呃我们都知道民主制度有一个原则叫做呃无代表不纳税是吧就是你呃如果你不代表我的利益是吧我凭什么要给你呃纳税呀是吧你是皇帝呃你把我你你向我呃征税呃去养你三公六院是吧花天九地呃这合理吗我当然就可以拒绝是吧 那么如果我要纳税那么我肯定是呃为了公共目的是吧那么这个公共目的呃就得由我来参与决定是吧那么无代表不纳税毫无疑问是一个民主制度的基本原则 但是 无代表不纳税毫无代表是吧呃如果不是一个民主政府我就啊不必纳税是吧但是反过来讲 如果我不纳税那么我就不能参与这个啊民主政府是吧这就是一个逆命题了 这个逆命题啊有的时候和命题本身是不能同时成立的是吧这是在逻辑学上的一个基本原理是吧比如说呃猫有四条腿是吧你不能反过来讲有四条腿的就是猫是吧那么呃同样这个呃这个呃这个无代表不纳税你不能推出不纳税就无代表 可是在早期的民主制度这两者的确是呃呃统一的也就是说一方面强调不纳税一方面强调呃呃无代表不纳税 另一方面又强调呃呃不纳税就无代表而你不纳税的意思是什么呢不纳税的意思就是你是穷人 你是无产者你是无产者呃呃你没有能力纳税是吧那么你既然没有能力纳税 你就没有选举权是吧所以那个时候的民主啊呃呃是有产者的民主因为你有产者你才是呃呃你你你你才有纳税的能力是吧这里讲的指的是所得税了是吧呃呃那么你有纳税的能力你才能选举代表呃呃所以啊呃呃这里我要讲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有资产阶级民主这样的概念啊 是吧当然自由是没有阶级这个概念的是吧我前面讲到过但是民主的确有的是吧为什么那个时候马克思谈自由谈了很多但是谈民主谈的很少呢是吧因为自由呃你可以讲一切人的自由所有人的自由每个人的自由但是民主那个时候没有这样的是吧那个时候没有每个人的民主没有一切人的民主因为那个时候绝大多数民主国家实行的都不是普选制是吧 是吧那个时候所有的这些国家实行的都是呃那个有财产资格的选举制度所以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说过说这种制度是资产阶级民主因为只有资产阶级才有投票的权利无产阶级是没有的是吧但是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讲过普选制是资产阶级民主是吧说那个普选制无产阶级也可以投票的选出来的国家人 这种仍然是所谓的资产阶级专政国家这是列宁的发明是吧马克思没有这样的说法恩格斯也没有这样的说法是吧那么当然因为这一点所以呃那个十九世纪的呃像马克思这一派的左派 呃他们谈自由谈的很多但是他们谈民主相对而言比较少而且他们的确呃曾经批评过所谓的资产阶级民主不过话又说回来他们批评资产阶级民主并不是说我们干脆连资产阶级都不要选了是吧而是说呃他们呃主张用途选制来取代资产阶级民主是吧讲的简单一点无产阶级也要有民主权利是吧那么 无产阶级有了民主权利就是普选制那就不是资产阶级民主了是吧这个是我后面还要谈到的但是我这里要谈到的一点就是即使当时的民主还是所谓的资产阶级民主是吧也就是说无产阶级是不能选的只有资产阶级能选即使这样的民主当时的马克思恩格斯也认为这要比专制制度好的太多是吧所以 对于这样的呃民主是吧在反专制这个意义上他们也还是呃支持的而在这一点上他们曾经反驳过那些啊呃所谓的呃资产阶级民主很虚伪呃这样的说法呃那么尤其是在比斯迈时代的德国就是这个样子到了比比斯迈更专制的沙皇俄国马克思在俄国的早期信徒就是 普雷汉诺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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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诺和判诺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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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诺� tijdlige Влад synthesize 黑白eth 他们不但反对专制主张民主甚至啊支持 um当时还 Но pilgrim定在俄诺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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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诺 相比 更坚决的反对所谓的 政府保护劳工 政府保护弱势者的 这种主张 就是所谓的国家社会主义 就是所谓的那个 类似于拉萨尔式的那种主张 拉萨尔认为 那个 那个工人 要不受老板的 欺负 那么就有必要跟政府合作 那么在这个问题上 我前面已经讲了 马克思恩格斯是反对的 但是他们后来在 德国民主化了以后 当然实际上也是 就是 那的确就是 应该跟工会 应该跟 国家合作 在民主国家的基础上搞 福利国家 但是 当时的俄国要比德国 更加专制 所以当时的俄国 出现了两种 国家 类似于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的 那个思潮 一种思潮 是主张 由政府 组织 官办的工会 是吧 政府组织 官办工会 来所谓的保护 劳工 是吧 这种主张 在俄国当时是 撒谎的那个 警察首脑 叫做 祖巴托夫 是吧 那么祖巴托夫是 声称他是一个社会主义者 他要求在所有的企业中 建立工会 而这个工会 要跟政府合作 是吧 祖巴托夫 曾经对工人讲 是吧 他说 工人呢 你们要那个 要民主 要选举 要言论自由 这有什么用啊 是吧 这个东西对你们有什么作用呢 是吧 这东西根本没有用 是吧 所以你们还是靠国家吧 你们是撒谎的忠实成民 是吧 你们不就要八小时工作制吗 是吧 你们不就要社会保障吗 这些东西政府都会给你们的 是吧 政府会保护你们的利益 是吧 这个什么民主啊 言论自由啊 只有你们 只有老板才需要 只有资产阶级才需要 而资产阶级要这个东西 是为了压迫你们 是吧 只要你们听政府的 政府会保护你们的 是吧 这种主张 当时被叫做 祖巴托夫主义 或者叫做 警察社会主义 还有一种主张 不是政府保护劳工 而是政府 要压制富人 是吧 那个富人太嚣张了 富人 很不公平 是吧 他们有那么多的财富 那怎么办呢 是吧 那么我们就要依靠撒谎 是吧 那么这个撒谎是 他不是富人选举的 是吧 撒谎 他是独立于富人的 是吧 那么撒谎就可以 帮助 就是代表社会 主持公道 是吧 来压制富人 是吧 主张 国家压制富人的 这种主张 被叫做 警察民粹主义 而主张 政府保护劳工的 这种主张 被叫做 祖巴托夫主义 或者说 叫做 警察社会主义 那么 现在 当然就有人说 纯粹市场经济 会给工人 带来很大的危害 对吧 这个当然至少是在 西方的左派 传统中 是一直有这个说法的 包括社会民主党 包括工党 是吧 都有这样的说法 是吧 那么 为了解决市场经济 存在的这些问题 就需要有一个 强有力的国家 来保护弱者 来搞 再分配 是吧 来搞那个经济干预 这在民主时代 的确是一种 左派主张 可是这种观点 在十九世纪的德国 曾经被马克思恩格斯 骂得很厉害 就我前面已经讲过 拉萨尔要跟 比斯迈合作 是吧 那个是叫做 国家社会主义 当时马克思恩格斯 是反对的 而在比德国 更专制的俄国 那更是 当时的左派 坚决反对的一种观点 那么 这个普雷汉诺夫 我就不说了 是吧 那么 早年的列宁 他还是普雷汉诺夫的学生 而不是后来的 那个列宁主义者 他在1895年 写过一本 小册子 叫做 社会民主党 刚领草案 及其说明 这个 这个小册子 我觉得 我觉得 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 那个 我前面不是讲 那个 马克思 像个右派吗 用今天的观点 看 像个右派吗 是吧 那么列宁就更右了 是吧 那么列宁在这个 在这门小册子中 就明确反对 靠政府来保护 来保护劳工 来那个 限制富人 这个1895年的 这个 这个小册子里头 他的原文就是 反对一切 想靠不受限制的政府 及其官吏的保护 来为劳动阶级 谋福利的企图 反对一切 阻止资本主义发展 因而也阻止 工人阶级发展的企图 工人阶级的解放 应该是工人自己的事情 俄国人民需要的 不是不受限制的 政府及其官吏的帮助 而是从他的压迫下 解放出来 那么根据这些原则 俄国马克思主义者 提出九点 首先的要求 这九点是第一 召开由全体公民代表 组成的国会 来制定宪法 实际上就是主张 搞议会民主 第二 年满21岁的俄国公民 民族都有普遍的 直接的选举权 实际上就是主张普选制 第三 集会结社和罢工的自由 第四 出版自由 第五 消灭政治等级 全体公民在法律面前 完全平等 第六 宗教信仰自由 所有民族一律平等 第七 每个公民有权向法院控告 官吏 不必事先向上级申诉 第八 废除身份证 流动和迁徙 完全自由 对吧 这是打破户口管制 第九 有从事任何行业和职业的自由 废除身份制 这九项要求中 没有一项提到什么公有制啊 什么国有制啊 这些概念 所有的这九项 其实都是我前面讲的 都是那个所谓的 社会自由主义的那种主张 这些要求中 前面七条都属于政治自由 后面两条 讲的简单点 就是迁徙自由和就业自由 自由迁徙 自由就业 自由竞争 这都属于扩展 都是要排除政府干预的范畴 这个观点 如果今天拿出来 你想暴跳如雷的应该是谁呢 不会是自由主义者 那么也许现在的一些左派朋友 可以解释为 当时列宁讲的不受限制的政府 指的是资本家的政府 那么资本家的政府 当然左派是要反对的 可是列宁后面就紧接着讲 他说这些国家 这种民主国家 他这里指的是西欧当时的那种 非图选制的那个民主国家 他说这个民主国家 尽管是资产阶级掌权 但是工人联合起来 同样也能够影响国家法令 争取修改这些法令 其他国家的工人都是这样做的 而俄国工人 却没有办法这样做 宁可直接面对资产阶级 也不能忍受专制政府的无限权力 也就是说俄国工人 宁可直接面对老板 他们不愿意面对专制的官僚 尽管这个专制官僚政府 经常包庇资产阶级 他好像是完全独立于人民的 凌驾于一切等级和阶级之上的 正因为这样 他借口是凌驾于一切阶级的 所以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 可以像俄国那样 仅仅根据高级领导的恩准 就轻易的违反这些资产阶级的条例 也就是说 沙皇俄国可以比西方的那些 可以比西欧那些国家 更轻易的去侵犯资产阶级 他不仅能够侵犯无产阶级 也能够更轻易的侵犯资产阶级 民主国家不能轻易的侵犯无产阶级 也不能轻易的侵犯资产阶级 但是沙皇俄国不一样 沙皇俄国既可以剥夺资本家 也可以镇压工人 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 可以仅仅根据高级领导的恩准 轻易的违反这些资产阶级的原则 这个政府 我这里讲的都是列宁的原话 这个政府致命为承受上帝恩典 并把黄恩赐给受苦受难 爱好劳动的农民和贫困不堪 受尽压迫的小农 列宁说 像这样的国家 他其实恰恰是既有可能剥夺资产阶级 也有可能镇压劳工 因此像这样的国家 还不如资产阶级的政治 工人即便为了有权力 直接与资产阶级斗争 也必须支持一切反对官吏 反对官僚管理机构 反对不受限制的政府的 那些主张 而且他 所有反对专制政府无限权力的社会阶层 都是工人的通盟者 其中包括反专制的资产资本家 他说 你是资本家 如果你当然和沙皇勾结 官商勾结 你是红顶商人 那当然就是很反动的 但是如果你不是红顶商人 你是反对专制政府 无限权力的社会阶层 包括资本家 也是工人的同盟者 资本主义越发展 官僚机构和有产阶级本身利益 及资产阶级利益之间的矛盾 就越深刻 所以社会民主党宣称 他将支持资产阶级中间 所有反对不受限制的政府的 那些集团和人们 也就是说 列宁这里指的不是资本家的政府 而是资本家也要反对的专制政府 资本家如果反对这样的政府 我们工人阶级应该和资本家站在一起 和资本家联手来反对他们 那么像这样的不是资产 不是资本家的政府 当然他们也不是工人的政府 是吧 也就是说 不是任何阶级意义上的政府 那是什么政府呢 那就是当时的一些 御用文人讲的 所谓的中性政府 中性政府 是最近十几年在中国也流行的一个观念 最近也有人说 说我们的奇迹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就是中性政府 他的权力至高无上 既不需要穷人的选票 也不需要富人的选票 而是同时凌驾于穷人和富人之上 对穷人和富人都公平 是吧 他不会站在穷人的立场上欺负富人 也不会站在富人的立场上欺负穷人 所以这样的政府是最公平的政府 而这样的政府有一个条件 就是他不是选举的 是吧 那么他不是选举的 他就不需要依靠穷人的选票 也不需要依靠富人的选票 那么这样的政府 要比西方的民族要更好 是吧 最近我们有些朋友 是吧 也提出了这样的一种说法 但是这种说法 其实一点都不奇怪 是吧 19世纪就很流行 尤其是当时的俄国 就很流行 是吧 像当年的俄国的警察民粹主义者 沙中诺夫 是吧 他就曾经有这样的主张 是吧 他说俄国的政府是中性政府 而西方的政府都是选举的 那么既然是选举的 那么你就不 你就要依靠穷人的选票 或者依靠富人的选票 是吧 那你就不能站在公平的立场上 是吧 那么他当时他的主张是说 是吧 他说西方的民主很虚伪 因为民主要靠选举 选举是富人操纵的 选出来的都是富人 富人管事情很不公道 他们欺负穷人 而俄国的政府不是选举的 沙皇因此高于一切人 既高于穷人 也高于富人 沙皇在穷人和富人之上 为一切人主持公道 因此比 因此比西方选举之下的政府 要好得多 那么当时 普列汉诺夫列宁 这些马克思主义者 对这些话都是骂得很厉害的 他们的 针对萨中诺夫的这些话 他们说够了 所谓中性政府的公道是什么货色 我们哪个俄国人没有领交过呢 可是在实行选举制的 欧洲其他一切国家里 其实在当时这些俄国左派的心目中 欧洲一切国家都比俄国要进步 俄国是欧洲最反动的国家 这一点我前面讲过 马克思也是这么看的 马克思恩格斯都认为 俄国是欧洲最反动的国家 那么俄国本身的左派 也是这样看的 那么所以他们经常讲 欧洲其他一切国家如何如何 而我们俄国又如何如何 欧洲其他一切国家都 因为即使像德国的比斯迈那样 它并不是全部民主的 但是比起俄国撒谎 那还是要更多的有宪政的成分 所以不管你是不是普选制的 甚至你是不是像比斯迈那样 还是带有一定威权色彩的 但是你反正是比俄国的民族 要更多一点 那么在列宁看来就是 那要好得多 他说在欧洲其他一切国家里 工厂的工人和种田的雇农 都能参加国会 他们在传体人民面前 自由地讲工人的贫困生活 号召工人团结起来 争取过比较好的生活 谁也不敢阻止人民代表 说这种话 没有一个警察感动他们一根毫毛 你看 其实对于西方的议会而言 我觉得当时的欧洲 当时的俄国左派 其实讲的都已经过于浪漫了 因为现在我们知道 在一致条件下 的确穷人的代表 那个下层的代表 草根的代表 可以参加国会 可以当选议员 但是这和工人 雇农 直接参加国会 还是不一样的 那个列宁当时说 在欧洲的其他国家 工厂的工人和种田的雇农 都能够参加国会 这个显然是 显然是过分浪漫的 是吧 谁也不敢指使 阻止工人 农民来讲这种话 没有一个警察 感动他们一根毫毛 是吧 这个是多浪漫的民主啊 是吧 请看那个时候 是什么人说 西方民主 如何如何虚伪呢 又是谁出来反驳他们呢 是吧 我们可以说 那个时候 对这种西方民主虚伪论 和中性沙皇公道论 驳斥的最激烈的 为西方民主辩护的最精彩的 不是自由主义者 而正是俄国的 这些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 为什么是俄国 而不是西欧的马克思主义者呢 因为二十世纪初 西欧已经民主化 而俄国还是沙皇专制 如果在更早时候 我前面讲过 十九世纪中叶 西欧也有专制的时候 那里的左派 也曾经有过类似的 驳斥的 那么那个时候 俄国的马克思门徒啊 他不仅针对保皇派 为西方的自由辩护 而且他们还 反驳那些 反对自由的左派 比如俄国的民粹派 比如俄国当时的 激进左派的先驱 车尔尼学夫斯基 是吧 我们知道啊 呃 现在有人提出 呃 列宁受车尔尼学夫斯基的影响 是很深的 呃 甚至有人从树呃 呃 那个那个磁瓶中 呃呃 做过研究 认为车尔尼 呃 列宁引车尔尼学夫斯基 要比马克思的话 还要多 呃 但是我们知道 呃 列宁在他的早期 还不是列宁主义者 还是 普雷哈诺夫的学生 还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 他其实 呃 骂车尔尼学夫斯基 骂的也是很厉害的 是吧 因为他的老师 呃 呃 普雷哈诺夫 呃 就曾经 呃 严厉的批评过 呃 车尼学夫斯基的 所谓的反自由的 那个 呃 那个 呃 这个 呃 所谓的那个 反自由的民主主义 呃 这种思想 是吧 车尔尼学夫斯基 有个很有名的观点 他说啊 自由主义者 所追求的权力 是一种抽象的权力 这种权力 对于劳苦大众 是没有意义的 是吧 比方说 呃 你们这些自由主义者 鼓吹言论自由 是吧 可是穷人读书 失智的能力都很差 言论自由的权力 对于他们来讲 有什么意义呢 是吧 呃 车尼学夫斯基 还讲 说穷人很难参加竞选 他们需要在议会中 辩论的权力吗 是吧 这种权力 对他们有什么意义呢 因此 在车尼学夫斯基看来 这些权力相当于主张 一个人拥有 用黄金做的碗 来吃饭的权力 是吧 人有没有权力 用黄金做的碗 来吃饭呢 是吧 也许有 但是这个权力没有用 是吧 对于一般的穷人来讲 毫无意义 因为他们实际上 不可能有黄金做的碗 他们完全可以为了一个引鲁布 而把这种权力给卖掉 车尼斯夫斯基认为啊 只要存在着贫富不均 那么我们讲的民主就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穷人行使民主权力的能力 会受到经济条件的限制 所以我们需要的不是什么宪政民主 而是要在人民专制条件下 搞均贫富 这就是所谓社会主义 是吧 既然这个社会有穷人 有富人 那么民主就是虚伪的 民主就没有用的 是吧 因为穷人 行使民主权力 受到经济条件的限制 那么因此贫富不均条件下的民主是虚伪的 我们现在需要的不是贫富不均 而是要用人民专制来搞均贫富 就是用人民专制来剥夺富人 那么对于这个说法 当时的俄国马克思主义宗师 就是普雷哈诺夫专门写了一本书 叫做我们的意见分歧 在我上一堂课结束以后 有人有朋友给我提的问题 其中有一个问题是个技术性的问题 就是他希望我介绍几本 马克思那一代的左派 反对专制和主张自由的 这些比较典型的代表作 我会给他们提供一些 我认为是最典型的一些文本 其中的一个文本 也有中文的 就是普雷哈诺夫的 我们的意见分歧 普雷哈诺夫的这本书 和他普雷哈诺夫 我们知道普雷哈诺夫在俄国 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事也 他传播马克思主义最有影响的三本著作 我曾经开玩笑的说 这是俄国马克思主义的老三篇 这个老三篇就是 其中有一篇就是我这里讲的 我们的意见分歧 还有两篇就是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 论议员论历史观之发展 我这里讲的就是头一本 就是我们的意见分歧 用列宁的说法 他培养了整整一代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 那么我们的意见分歧 主要就是批判 赤尔尼学夫斯基的 大家可以看看 他是怎么批判所谓西方民主虚伪论的 是怎么认证穷人需要自由主义者 所主张的那些权利的 普雷汉诺夫在这本书中 通过大量的论证证明 自由主义者为之奋斗的抽象权利 正是人民解放必不可少的条件 他说这个议会民主 的确是资产阶级的组织工具 但同时他也是无产阶级的组织工具 而且无产阶级比资产阶级还需要他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没有资产已经弱势了 如果我们连这种民主权利都没有 都被别人垄断了去 那不更糟糕了吗 赤尔尼学夫斯基说 贫富不均条件下的民主是虚伪的 普雷汉诺夫针锋相对的反驳说 专制条件下的平均主义 才真正是虚伪的 请看这种辩论很有意思 赤尔尼学夫斯基说 民主是虚伪的因为贫富不均 而普雷汉诺夫说 你的平均主义才是虚伪的 因为你专制 他说俄国就是这样的 当时的沙皇俄国就是有公有制 当时沙皇的农村公事 有共同耕作的那个部分 叫做共耕公事 可是这个共耕公事用普雷汉诺夫的说法 就是一种农奴制 俄国的共耕公事表面上说是 这是一种平均主义的 但实际上是罗曼诺夫王朝用刺刀和鞭子 强迫农民劳动的奴役制度 他说今天的俄国农民需要的就是退出公社的自由 今天俄国的农村出现的阶级压迫是什么呢 不是什么资产阶级压迫无产阶级 而是压迫被剥削的个人 这句话很有意思 叫做剥削者的公事压迫被剥削的个人 他很警告说像资云尔尔夫斯基主张的那种人民专制 会造成共产主义基础上的皇帝专制 就像南美的印加帝国和中华帝国 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接受马克思的说法 认为古代东方包括中国实行的都是土地国有制 当然实际上并不是这么回事 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他们当时都是这么看的 所以他们认为 像资云尔尔夫斯基主张的那种人民专制下的国有制 其实不就是印加帝国吗 不就是古代的中华帝国吗 这都是按照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 那都是非常野蛮的 都是历史的大倒退 而且当时的那个资云尔尔夫斯基 他说言论自由是没有用的 因此我们现在主张言论的权利 就是为了我们现在领导革命的党来争取这样的权利 那么普雷尔尔夫就此就骂了一通 他说我们既然把言论自由的权利写在自己的旗帜上 就不能只让自命为对当前革命有领导责任的党 享受这种权利 这些话我们今天听起来是不是也有点疲乎灌顶 非常启蒙呢 今天中国流行的一句官方的话叫做不忘初心 不过不仅在中国很多人早就不知道初心是什么 就是在西方的左派中 他们也大都不能理解马克思那一代人的初心了 为什么呢 道理很简单 就是因为马克思那一代面临的问题背景和他们今天有了很大的不同 所以他们今天的左派已经忘记了这些事 但是我们中国今天的问题背景跟马克思当年有很大的相像 但是跟今天的西方反而有非常大的不同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所谓的左派如果忘了这些话 他们还能算是左派吗 那么还有一个 在历史学界议论的很多的 这个所谓的亚西亚生产方式的理论 我们知道这个马恩反专制 甚至比他反私有制 更具有本体论的性质 这尤其体现在他对所谓以土地国土地国有农村公社为基础的亚西亚生产方式和东方专制主义的强烈贬次下 强烈的贬次上 我们知道后来 大家知道1990年 我们刚刚翻译出来的一本书就被禁了 这本书是什么呢 就是维特弗的那本东方专制主义 这个东方专制主义在89前翻译89以后就被禁了 但是我们知道维特弗是什么人呢 维特弗原来 德国的马克思主义汉学家 他原来曾经当过德国的德共的中央委员 那么他当然后来跟斯大林闹翻了 在斯大林和希特勒都要迫害他 那么他就跑到美国成了美国的教授 那么他写的东方专制主义这本书 在冷战时期曾经被西方当作 那个那个批评东方这个制度的 这个这一本有名的书 所以在东方不管是苏联还是中国都排斥 但是维特弗这本书的确是 那个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写的 那么当然维特弗把马克思的这个观点 总结成一个治水社会 就是说那个东方是专制的 为什么东方专制呢 因为东方大河流域 需要国家来搞那个水利灌溉 由于东方大河流域 国家需要有水利灌溉的职能 所以国家有很强大的权力 就是国家在东方发展出专制主义 他是这么解释的 我觉得他这个解释是不符合事实的 在历史学上是失败的 是吧 因为这个在中国批判维特弗的时候 很多中国的史学家都指出了这一点 这里我要讲有一个有趣的事 就是这个东方专制主义这本书 当时中国曾经组织了一大批史学家 去批维特弗 那么维特弗说东方专制主义 是为了是因为东方大河流域要治水 那么我们中国的这个史学家 就写了很多文章说 你维特弗讲的不对 是吧 中国从秦始皇以来就很专制 但是他们其实不怎么治水 是吧 他们甚至搞的很多水工设施 都不是水利而是水汉 是吧 比如大运河就是这样 是吧 这个大运河是为了皇帝抢粮食 为了皇帝收刮粮食 搞朝运 是吧 那么为了搞朝运就 就就就就阻碍农民灌溉 是吧 那个发水的时候就是 向农田泄水泄洪 是吧 汉 天汉的时候就不准农民 用水 是吧 要来保证朝运 说那个中国的专制者 根本就不是治水的 他们有的时候就根本不管 这个水利 有的时候反而制造水汉 是吧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就是我们现在虽然说 这个东方专制主义这本书 是贬低了 或者说诽谤了我们中国的制度 但是实际上政府 我批正统史学家对维特夫的批判 并没有否认东方有专制主义 倒是否认了东方的治水社会 是吧 他们认证的是东方不治水 但也很专制 甚至非常专制 专制不是为了治水 专制就是为了皇上 所以你可以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事实 是吧 他们批判维特夫格尔 结果说的其实比维特夫格尔还要过分 维特夫说东方专制 那还是有理由的 是吧 因为要治水嘛 可是我们中国的这些批判者 我们中国的这些史学家 是吧 说维特夫在史学上是不能成立的 是吧 因为东方专制者其实并不治水 可是这么一来 东方那些不治水 仍然很专制 对那些人 不是比维特夫讲的还要可恶 其实 如果就历史事实而论 我们倒的确可以说 维特夫那个说法是不能成立的 他也 不完全符合马克思的主张 马克思在谈论东方专制主义的时候 在谈论亚西亚生产方式的时候 他当然也有个别的字据提到 这个水利社会这种含义 因为这个说法在西方 其实起源很早 大家知道早在那个黑格尔那个时代 就已经有这种说法 所以马克思也延续了这种说法 但是如果大家看一下 马克思谈到这个所谓亚西亚生产方式的这些 主要的著作 你就会看到他们基本上很少提到 所谓的水利 他们提的是什么呢 他们提的主要是一个逻辑上的推论 也就是说马克思恩格斯实际上对于东方历史是不了解的 但是他们相信 人类历史上有个普遍的现象 就是越落后的地方 人们服从于共同体的 被共同体属负的 这个就越原历 越落后的地方 个人就越不自由 个人就越不独立 越从属于一个大共同体 那么最落后的一种状态 就是大共同体最发达 个人最不 就是个人最不独立 个人最不自由的这么一种时代 这种时代是最野蛮的 马克思恩格斯都曾经讲过 这种状态不仅仅是东方才有 也不仅仅是亚西亚才有 是吧 马克思恩格斯并不是文化决定论者 他们是普世进化论者 所以他们从来不谈什么东方文化 西方文化 他们谈的都是共同的东西 但是他们认为当时的西欧 但是他们认为当时的西欧 已经摆脱了这种方式 已经是近代了 而最古老最野蛮的这种东西 只有在东方还保留的痕迹 所以他们把它叫东方专制主义 把它们叫做亚西亚生产方式 但是马克思自己讲过 这个术语绝不是说 这种东西只有在亚洲才有 只有东方才有 欧洲过去也有 只不过现在他们已经改变了 而东方还没有改变 是吧 是这个意思 所以现在 包括现在的一些西方的文化左派 其实我觉得最反感的 就是这些所谓的文化左派 这些文化左派批评马克思 说马克思带有殖民主义的偏见 讲那个什么亚西亚生产方式 东方专制主义就是对亚西亚东方大不敬 其实我觉得这个话很好反驳 因为马克思自己讲过 他说他用的这个词并不是说只有亚西亚 只有东方才有 是吧 他认为人类社会早期就是这样的 这里我要讲 马克思那个时候 并没有我们现在很流行的 所谓的原始社会这种说法 是吧 什么在原始时代没有事有志 所以当时的人们是很自由的 这种说法 这种说法 马克思恩格斯当时都是不知道的 也从来没有 有这种主张 是吧 大家知道原始公社这种说法 是1875年 西方很有名的人类学家摩尔根 他在1875年发表了 古代社会 是吧 才提出这个主张 在1875年以前 没有人提出过这种主张 那么马克思当时的主张 就是人类社会越野蛮 越古老 越往前 那人们就越不自由 是吧 而同时国家的力量就越强大 是吧 那个 这个时候的国家 就是所谓的亚西亚国家 或者说是东方专制主义国家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马克思这么讲的时候 他其实讲的不是一个实证历史学 是吧 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研究过中国的历史 也没有研究过任何东方国家的历史 他讲的亚西亚生产方式 讲的东方专制主义 如果我们把它当作一种历史学理论 啥有介事的证明 东方或者亚西亚或者中国的古代 就是这样的 是吧 由于水利 由于水利灌溉的需要 需要有专制主义 因此就需要有土地国有制 什么等等等等 这些说法完全是不能成立的 是吧 我们现在那些批判 维特夫的那些史学家 他们讲的是很对的 是吧 虽然他们是奉命批判 但是他们这个批判 还是讲了一些事实 也就是说 东方包括中国的这些皇帝 他们的确专制 但是他们并不怎么搞水利 是吧 那个 他们实行的是 不治水 也专制 是吧 甚至比维特夫讲的还要糟糕 维特夫讲的是 为治水而专制 而我们国家批判 维特夫的结果 证明的是 不治水 也专制 是吧 不治水也专制 这不是比维特夫讲的 为治水而专制 还要更糟糕吗 但是 我这里要讲 如果我们不是把马克思 作为一个史学家 是吧 用马克思的这些话 来作为 中国历史的 实证的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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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证的 历史 说中国古代 就是一个治水国家 是吧 这样显然是不对的 但是 如果我们不是把马克思当作一个史学家 而是通过亚西亚生产方式 这种理论 来推断马克思的价值观 来推断马克思学说的价值追求 是吧 那你就会看到 实际上这也是马克思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思想资源中 一种追求自由的 那个价值 取向 是吧 其实啊 像这样的一种价值取向 就是反对东方专制主义 反对亚西亚生产方式 反对建立在土地国有农村公社基础上的 普遍奴隶制 反对建立在这种 国有制基础上的 这种 皇帝专制 是吧 这种 这种主张 其实当年 恰恰是使得 马克思的这些主张 被东方的 愿意追求自由的那些先进学者 所接受的一个 所接受的一个 是吧 大家知道 无论是俄国还是 还是中国 早期都有一些马克思主义者 他们之所以接受马克思主义 就是因为这一套理论 是吧 像俄国马克思主义的史学中师 波克罗夫斯基 像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 侯外卢先生 当然也包括 我的导师不是最早的 但是也是属于这个体系的 是吧 我的导师赵立生先生 也是在1949年以前 反国民党的一个左派史学家 是吧 那么他反对国民党和 侯外卢先生 波克罗夫斯基反对俄国 撒谎一样的 都认为当时的中国 带有亚西亚生产方式的特点 是吧 都是主张 那个 主张从当年 从当时的国民党的 他们认为的专制的国民党 那里追求自由 但是也正因为这一点 所以到了后来 到了斯大林时代 到了列宁掌权以后啊 这个亚西亚生产方式 这一套理论就被 就被骂得很厉害 是吧 为什么呢 因为 如果你要讲这个专制主义 不是来源于私有制 不是来源于 那个剥削阶级 而是来源于土地国有制 是吧 来源于那个 那个那个 土地国有农村公社 那你马上就会引起人们 对现实的联想 是吧 苏联当时的现实不就是 没有私有制 但是有土地国有农村公社吗 是吧 而且也有普遍奴隶制 也有专制主义 是吧 马上就会 这个思想资源 这个所谓的亚西亚生产方式 这些东西 马上就会成为 对苏联体制的一种 威胁 所以这些人后来都 他们最早引进了马克思主义 是吧 把马克思主义引进了 这些国家的史学 是吧 包括波克罗夫斯基 包括侯外卢 是吧 但是这些人 后来 马克思主义史学 官方化 变成官学以后 他们的下场都很不好 是吧 后来基本上都被 否定了 包括我的导师 其实也是一样的 是吧 那么这个当然 是吧 我觉得从我们今天看 我一再强调 如果我们不把亚西亚生产方式当作一个实证实证实证实学的概念 而是把它作为一种价值取向 那么这种理论作为一种批判专制 倾向自由民主的思想资源 今天仍然有重要的价值 追求自由的这种建筑的确不只是来自右边 今天的史学家没有必要像当年的侯外卢先生那样强调中国古代一定是土地国有农村公社 但是现代的苏联的确就是这样的 马克思当年对这种以共同体为基础的社会的批判 难道离开古代就不能成立吗 普雷汉诺夫当年受马克思启罚对剥削者的公社 欺压被剥削的个人这种揭露 不就是针对他们的当下吗 所以我觉得这种资源 这种追求自由的资源 其实是相当重要的 但是这种资源后来为什么逐渐逐渐就被有一些 反自由的人利用了呢 那么这个的确是和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中 我前面讲的这些矛盾是有关的 那么这里就要谈到 那个马克思反对资本主义的这个话题上了 我前面讲了很多马克思如何反专制 但是马克思最出名的当然还是他反对资本主义 不过马克思为什么要讨厌资本主义呢 现在有些人包括我的朋友 一些台湾的左派朋友 他们都曾经讲过这个事 他们说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建基于共同体主义的思维 也就是说马克思反对是有志 他是有一种集体主义的 共同体主义的这样一种观念 对这个我是不同意的 在这个方面呢 我倒是觉得西方一些新左派的解释是可以成立的 法兰克福学派的鼻祖马尔库赛早在四十年代就讲过 他说在严格的意义上 真正的人类历史将是自由个人的历史 因此整体利益将被编织进每个人的个别存在之中 也就是说人类的历史就是自由个人的历史 整体利益那都是虚假的 一定要落实为每个人的个别存在才有意义 这种个人主义的取向是马克思的基本兴趣 这句话是马尔库赛的原话 马尔库赛认为 马克思的主张包括其对私有制的积极扬起 本质上是一种新型式的个人主义 你看了这个你就会知道 当今西方的左派 也就是中国的一些川粉朋友所贬称的白左 西方的左派跟中国的左派不一样 当然我前面已经讲过 其实我并不看好今天的白左 是吧 我并不看好今天的西方左派 我倒更 宁可更重视所谓的老左派 就是马克思那个时代 很懂得反专制的那些老左派 是吧 不过今天的西方左派 他们对于马克思的思想的一个梳理 我觉得还是能够成立的 是吧 就是这个也就可以理解 今天西方的左派 一方面在经济上提倡约束 私有制的集体干预主义 但另一方面在伦理上 却主张放纵的个人主义 比如说我们大家都知道 今天的西方白左喜欢讲 性自由 堕胎的权利 同性婚姻权 以及甚至主张放宽 禁毒 是吧 大家知道一些那个低烈度的毒品 是吧 现在西方有些人 尤其是主张 尤其是一些左派 是主张就不要进了的 是吧 包括像那个欧洲很多地方 像什么大麻子都放开了 那都是一些左派所主张的 是吧 还有一些什么 要做爱 不要作战 这一类的 这一类的那种 那种主张 就是伦理上他们主张个人主义的 是吧 但是在经济上 他们主张约束私有制 是吧 搞福利国家 搞什么什么 是吧 那么这些东西啊 我觉得 伦理上他们主张 的这个个人主义 的确在逻辑上 跟马克思那个时代 一方面反对资本主义 另一方面反对资本主义的理由 是追求最高度的 个人自由 是吧 和这个是有关的 当然这个所谓的有关并不见得 是吧 就是 而切合我们的实际 是吧 我前面已经讲过 尽管在问题意识上 我很反对 在当前阶段的中国 凸显这些最时髦的东西 但是应该说 这种伦理个人主义 确实与马克思反对资本主义的出发点 是有关系的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痛恨 与其说是因为他搞散了共同体 不如说在马克思看来 他恰恰是压抑了所谓的自由个性 于是 现代性在马克思那里几乎被理解为百分 和个人自主性的一个代名词 资本主义或者说近代市民社会 在这一点上 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 这也是马克思高度肯定的 但是起完这些作用以后 马克思就有一个批评 这个批评是什么呢 这个批评就是所谓的异化 异化这个概念 大家知道 就是在八十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初年的时候 被中国的一些改革派讲的很多的 当时马克思的异化理论被到处宣传 成为当时党内民主派 当时中国改革派的一个很重要的思想资源 而且也不光是在中国 在东欧 在苏联 主张发现马克思的异化理论 有助于弘扬自由 这个是相当普遍的现象 但是说实在啊 从今天看起来 其实对当时人们包括这些改革派 包括这些主张 从马克思异化理论中争取自由的这些人 他们对异化本身的理解 都有很大的问题 是吧 关于这一点 关于这一点 那个英国的一个学者叫做赛耶斯 是吧 他曾经批评过这种说法 他说啊 在这些人心目中啊 这个异化这个词就变成一个泛泛的批判语言 是吧 说一种是 说一种 说一种 制度 说一种制度 违背了自己的初衷 是吧 呃 产生了很多恶果 那么人们就说这是异化 是吧 他说这个对异化这种 那么广泛的解释 呃 他说这是不对的 是吧 那么 我的确也是觉得这个说法是 呃 有意 呃 是 是 是可以成立的 是吧 那么异化是什么呢 异化 呃 马克思是用德语来表述的 这个呃 这两个 因为我也不 德语我不会发音嘛 所以这两个词我也就不说了 这两个词是黑格尔经常用的词 那么马克思受到黑格尔的影响 是吧 大家都很清楚 那么这个词 现在有人指出 实际上黑格尔是从英文中翻译成德文的 是吧 他的英文就是 就是 就是alination 是吧 这个alination这个英文词啊 他直接的意思 就是疏离 差异 从你本来应该 你本来应该属于的那个群体中孤立出来 这就叫做alination 他在英文中 其实主要不是一个哲学概念 而是一个 从18世纪的时候开始 他就是一个经济学和经济和法律意义上的概念 他主要用来说什么呢 主要用来说 你把这个商品 你把这个东西出售了 是吧 你把这个东西出售了 那么你就和这个东西疏离了 或者说 你就放弃了对这个东西的权利 当然这里指的就是产权了 是吧 比如说你原来有一亩地 是吧 那么你把这个一亩地给卖掉了 那你就放弃了权利 你就跟这个土地疏离了 是吧 然后就用这样的一个词来表述 那么后来人们就通常用他指一种令人不快的 一种失落状态 一种广泛的批判用语 但是实际上 黑格尔把他变成了一个哲学术语以后就有了独特的含义 马克思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他的 所以并不是一切否定的场合都可以滥用这个概念 比如说当时的一些改革派 是吧 他们批判斯大林体制 他们一个常用的说法就是 这个社会主义社会也存在着异化现象 是吧 包括我们中国 早年的像王若雪先生呢 他们都曾经提出过这个主张 周扬先生当时也赞成过 后来就导致周扬在反自由化的时候被整得很厉害 这个所谓的异化理论当时被指责得很厉害的 是吧 不过我们从今天的角度讲 马克思的异化理论的确是用于批判资本主义的 不是用于批判这个专制的 马克思对专制深恶痛绝 是吧 我前面已经讲过 但是马克思批判专制主义的时候 批判专制的时候 比如说批判那个批判那个普鲁士 批判撒谎 那他从来不用异化这个概念 马克思只有在批判像英国似的近代市民社会 批判现代社会的时候 喜欢用异化这个概念 所以这个批判异化 实际上是特指批判现代社会而言的 批判我们现在讲的资本主义而言的 是吧 把它延伸到批判专制 我觉得并不一定合适的 为什么呢 因为道理很简单 黑格尔把这个概念 黑格尔实际上是把这个异化概念 特指一种事物的极度发展走向了他的反面 这样一种状态 这个概念如果用汉语来表述啊 我觉得就近视于物极必反这个含义 黑格尔把它纳入辩证法的范畴 辩证法在黑格尔那里经常表现为三段论 所谓的三段论就是一开始是发展 一种东西从原来没有到有 不断的发展 发展到一定阶段就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出现所谓的异化 异化就需要克服 克服异化以后又浮归到了他应有的状态 于是就构成了一个正反合的逻辑三段论 或者说叫做否定之否定 所以并不是一般的不自由都可以成为异化的 比如中世纪就不是异化 是吧 那个专制主义像那个德国的比斯迈那个时代 是吧 就是那个更早的普鲁士 也不是异化 是吧 异化是出现像英国这样自由已经有了高度的发展的情况下 是吧 对这种东西进行批判采用的一个词 是吧 不是一般的不自由都可以成为异化的 而是自由得失去了自由才可以叫做异化 在马克思看来市场经济由于他的交换和分工的极度发展 就会造成自由的异化 是吧 马克思讲的人的异化 劳动的异化 归根结底 其实都是自由的异化 也就是所谓的自由的失去了自由 那么你原来本来就没有交换和分工 那你就不能叫做异化 尽管这种状态可能比异化还要糟糕 是吧 所以我觉得用异化来批判斯大林模式是不对的 是吧 斯大林模式是我可以说就像那个古代的奴隶制 古代的中世纪一样 还不配谈论异化这个问题 是吧 当时这个自由在这种时代还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 是吧 就不是什么发展的过分 然后走向了他的反面 是吧 那么这个是就 所以社会主义是没有异化的 是吧 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应该批判他很专制 他类似于那个亚西亚生产方式什么等等等等 但是他和近代社会的异化是完全不是一回事 是吧 那么这个异化是怎么变成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描述的那一套那一套东西呢 是吧 那么那一套东西又怎么会使得 马克思的主张被类似于斯大林这样的人利用呢 是吧 那么这个就是我以后另外找一个时期要讲的问题 是吧 那么我在这里就是讲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其实就是针对所谓的自由的异化而言的 好了我们现在就到这里为止 那么我前面已经讲过 我很可能对马克思可能还有一讲 是吧 那么然后大家可以继续提问题 是吧 然后我把所有的问题结合在一起以后 有些问题回答过的我就不再回答了 有些问题我最后会给大家做一些回答 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